大家好 我是施信文老師 請問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答對了 這就是火煤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每位同學燒的火煤棒 我覺得太小 這邊還不錯 我喜歡這個 你必須要燒得越長 然後不要斷掉 那增加它的這個接觸面積 那這樣就可以加快我們的反應速率 像這一隻也不錯 20號削的很漂亮 這個燒起來的話一定會非常的快速 那到時候我們會讓同學來看 我們會把這些火煤棒一起把它燃燒 那現在我大概教一下這個火煤棒要怎麼消 首先要拿一隻美工刀 這是廢話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喔 在消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把你的手放在刀片的前面 你放在刀片前面等下 消到手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後面 然後往前推 基本上呢 越消 消得越長是越好的 那要有一點深度 好 好 往前推 不要斷掉喔 所以你要有一點深度 看能不能消多長 看這個快斷了 我們就不要拒消 好 再下一個 好 慢慢往前推 OK 然後要有一點深度 才不會斷掉 好 這樣 OK嗎 那要持續 這個不好消 你看我的手 有點凹進去 這個 會痛 那所以 這個也不要太長 稍微把它固定住 那我們繼續消下一個 好 要有一點深度 不然它會斷 替得你的手 不要放到刀片的前面去喔 好 那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這樣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消 你就會 感覺有點像這樣 像這一隻 消得超美的 好 那這個燒起來的話 它就會 很漂亮 因為它接觸面積大嘛 所以我們知道 接觸面積越大 它的反應速率就會越快 好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火煤棒 所以我們今天呢 教大家稍微 如何消火煤棒 好 那記得 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好 那到時候我們會把這些火煤棒 集中起來 那 可以當成生火的 工具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 介紹到這邊 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也可以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按訂閱 或幫我們分享 按讚 四星玩老師 下個實驗見喔 掰掰 掰掰 掰掰